CBA常规赛正式开打 吉林和北控迎来各自的第一轮赛事的交手 上个赛季引走新疆的的多米尼克·琼斯 本赛季回归吉林并首发出战 同时圆球队攻勋球员忠诚 接过教鞭迎来教练生涯首秀 北控方面则打包深圳内线双星萨林杰和沈子杰 前者同样首发出战 首节开局前半段双方一路僵持 最大分差不过三分 不过末段北控连中三季三分 送出9比0的攻势占据先机 四节北控牢牢掌控局势 一度拉开两位数的分差 好在琼斯一直扛着球队紧咬比分 他在这一节送出八次助攻 半场就拿到16分11助攻的两双数据 吉林在后半段轰出25比9的攻势 极限反超6分进入下半场 第三节琼斯继续扛着球队前进 三节刚刚打完 他便完成23加12加14的三双数据 并送出6次抢断 吉林也在拉锯战中将优势扩大至两位数 末节吉林一度拿到13分领先 然而这之后 吉林却连续犯错 北空突然发飙 轰出22比8的攻势 孟子凯最后时刻的三分 帮助他们完成绝杀 最终 北空逆转吉林迎来开门红 扭曼今天终结真的是比较糟糕 扎林结 哇真是这让扭曼看着怎么办啊 熊斯及时续协防 基金跳钩 加速有身为优势 这球扭曼是终于给自己挣回点面子 扎林杰难得手感断了一次 再来打出信心了 扭曼刚才冲了几下 知道怎么打球了 一级上了扎林杰打一个锁五角 哎呀锁五角上来被 哎呦被李安给抄了 李安啊 虽然慢 但是手长啊 自己抄完反击 哎呦 李安这边啊 宝刀不老 再突背后 找方两分打击 哇 多米尼克熊斯今天这个 当然这也是大量外援上场 必然的一个结果 哎 这头船子不好啊 这个熊斯送球呢 老熊斯扣一个 熊斯继续打 哎这边江卫泽 跑一个底线 小打大 这球是调动了沈子杰 江卫泽超 超远来了 江卫泽 分差拉开到两位数 不给阎雾空间直接换 沈子杰换上来 去重置脚步 熊斯发现沈子杰到了上线 他赶出了 啊肘子加上大鸟 然后现在是张帆 廖三宁和李乐 哦哦哦 周一辰突破 这 这 啊下半场 刚才这球呢 我觉得终于能够长出一口气 再看金心 金心有狼 金心有狼 漂亮 把每回合尽可能的打成 被控转三二 转三二 上线去封了 哎呦这什么球 多米尼克 熊斯 孟茨凯 来了 哦 孟茨凯这很关键啊 这是一个快速的暂停之后的战术 这边刚才你看张帆都不防熊斯 去防接球人 哎 瞧瞧瞧瞧瞧 球断下来了 断下来 特拉维斯大维斯 三分球 环胜 这个三分太关键 对 吉林地打成功率了 这球要再不进 北空有机会 半平比分 哎 这球 船丢了 北空拿回关键的球权 14秒 两分还是三分 要三分 特拉维斯 哦 没有 再抢救回来 六秒钟时间还有机会 孟茨凯 不让张成 三分打击 北空逆转 直接拉回来 这球 打铁了 北空完成逆转 一百比九十九 不可思议 特拉维斯大-